我是葉盈飛 今天講蕭瑤派的毛崖子 為何會被丁春秋暗算成功? 原因是 在北宋初年蕭瑤派開山祖師有三名弟子 天山同老、毛崖子和李秋水 後來又收了入室弟子齊玉峰 最後蕭瑤派祖師把蕭瑤派的掌門之位傳給毛崖子 並授予七寶子還 齊玉峰就是蕭瑤子的關門弟子 也是天山同老的小師妹 和師兄毛崖子生了一個女兒李青鑼 齊玉峰溫怨可人、清禮脫俗 他和毛崖子相愛 後來就躲避天山同老和李秋水的爭鋒俠 兩人隱居於大里無量劍的胡底 齊玉峰就是那位神仙姐姐的圓形 毛崖子收了蘇星河和丁春秋這兩個弟子 丁春秋知道沒有機會做掌門 竟然和這個師叔李秋水通姦 聯合把毛崖子打落山崖 並自立這個星宿派 毛崖子只能藉著蘇星河的手 報下一個真龍祈局 希望收一個聰明的弟子為他報仇 蘇星河所報這個真龍祈會中 有一位少林弟子叫虛祝 竟然破了這個真龍祈局 於是毛崖子就化去他的少林內功 並將自己七十餘年的蕭瑤派內力 傳給這個虛祝 後來毛崖子的師姐知道 天生同老傳授本門武功被這個虛祝 蕭瑤派的武功是天下武學中的最絕頂和最上乘的功夫 講求輕靈飄逸 而且招式陰險刊立 兼被威力無窮 其內功運行至笑相越智 雲門月與一般武學心法相反 故練逍遙派內功必先散盡本身真氣 而且對內力相當有要求 更稱功在人在功燒人亡 在練功之勢 和其他道家武功相同 都是五心朝天 逍遙派部分武功秘給 收藏在這個靈袖宮禁地的石壁 和西夏皇宮 沽蘇皇家的狼環獄洞 還有在大理無量山的狼環福地 這就是葉盈飛的二次創作解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訂閱